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焦 今天几期节目当中我们都谈到今天特别的日子 在我眼睛里我以为时间是个神在今天展现的太淋漓尽致了 因为曾经说过的很多事情基本都兑现都发生了 而且关键是当今天人们也公认 说习近平王岐山把共产党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心推出去了 过去的这么多长时间里 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这概念 很多人就是保持沉默不敢承认 但在我眼睛里他们也只不过就是这么个做法 就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保命的做法 但现实的环境中就展现出现实的一面 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析今天 就是今天31号 31号对1号 早在30多年前刚刚上大学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改革开放嘛 所以我们最早是7778 7980 这前后这么几届 当时能看的东西除了是除了是这个 商科文学对文革时期的反思 而对文革时期的反思呢 里面当时非常多的就是人性 男孩女孩谈恋爱 都是前后的年龄了 男孩女孩谈恋爱 为爱而失去 为爱而死去 为爱而出现的生命的冲突 当时对我影响巨大的就是傅雷家书 傅雷呢是中国非常著名的翻译家 文革时死了 跟他太太一起商调了 那他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傅聪 一个是傅什么 我忘了 而傅雷家书主要是讲 他跟傅聪之间的 父亲跟傅聪之间的 书信的往来 家书嘛 而傅聪是早年中国 极其著名的音乐家 钢琴家 那后来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他的弟弟好像是最后逃到台湾了 应该是逃到中华民国了 那傅雷家书呢 我当时给我印象蛮深的 就从来没想过 父亲跟儿子是这么对话的 咱家太穷了 太穷了 所以那是给我影响比较大的 就说影响比较大的 那再除此之外 比较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像那时候看三言两拍 警示横言 省示明言 还通视什么阎王了 拍案惊奇 初课拍案和二课拍案 蔡庚谈 后来看了一些鬼谷子 看不下去 鬼谷子呢 他就觉得他太 当时给我眼睛 给我的感觉看不下去的原因 就是不善良 就是太手段了 活得太不生活了 我个人就像我先拍节目 我觉得就是很散战 在这种很尊重我们 尊重朋友 在我有限情况下 尽可能拍得好看 但是一定是生命的 一定是生命的 你说钱呢 咱们说钱 原来说 稍微有点骂人的话 钱是王八蛋 花了再赚 这个话当时我们民间说的 我印象中 我忘了是谁 反正我个人是比较早 说这话 钱是王八蛋意思是什么 毁掉了所有的人 毁掉了所有的人 这是我们当时 三十多年前 在北京讨生活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那很朴素 但是呢 这东西你没他受不了啊 这事报办的 这事 所以 而在当时 另外一个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我跟大家说过 当时看过 早期看过一些 像从西方 当时在北京青年 读者文哉 参考消息 都在登有些有关 包括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当时的苏联 跟美国在进行冷战嘛 里根的年代 所以世界大战 在当时的环境下呢 讨论比较多 那同时谈到了世界末日 而那时候在 在这个 在这个 参考消息上 也经常登这些 我现在有点模糊了 就是世界末日的概念 但是后来就谈到了 就我看到过一些东西 比较像圣经启示录 在讲述的世界末日 那时候相对比较 我现在因为太长时间 不在国内了 我不知道现在人们在讨论这些 所以当时讨论的 世界末日 在解读这个 有关圣经启示录里面 关于世界末日的说法呢 大多都是 世界大战 核武器 外星人 基本都是讨论这些 就人怎么会被外来东西给杀掉 给我当时的感觉 就是人怎么被外来的东西所杀掉 看了非常多 然后很清楚说谈到了一些现象 世界末日的现象 包括以色列建国 犹太人建立政权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说法 好像是建立政权50年之后 如何如何 我后来再查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 后来现在再查互联网 没人敢说这些 但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犹太人在其中的故事呢 非常关键 我在节目中也提到过 我看有别人也曾经提到过 但不太敢触及 他都害怕 因为犹太人现在的影响力太大 他们不敢 都不敢触及这个问题 那因为我看的比较多嘛 包括在一些入海口 说淡水和淡水的入海口 会出现血红色的东西 后来我们知道出现 那叫红 大概叫红海灶啊 红灶 就是人们的排泄物 透过淡水流到海里之后 衍生出来的微生物 把海水染红了 出血症 人突然从毛细血管里出血 在我印象中 在俄罗斯当时在苏联的航空飞机上 还有在欧洲的还是以色列人的飞机上 出现过 我现在能记住就是空井 有一个空井突然出现出血 死了这个人 所以这些都是当时说世界末日的标志 那外星人的说法就更多了 像好莱坞的剧场里面就有外星人 当时在描绘当时拍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的摄影的studio里头就有外星人 当时后来为了抓这个人 洛杉矶的一些警察去抓他 因为他有能力操控整个里面的电动系统 去抓他抓不着他跑了 这个人没了 后来就这个事是有 后来就说在马路上会有一些外星人什么折扬 我自己很感兴趣这些东西 然后呢前后时间包括出现的 后来了 柯云路写搭气公司 柯云路写了很多书 柯云路应该跟习近平现在关系还不错 因为确实他给他写了一本新兴 排了八集电视连续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当时看的比较多 我不知道了 只是很感兴趣 那我个人呢 我也跟大家介绍 我练过武术这些 包括连飞烟走壁都练过 他学不下去 总觉得太枯燥 看着好玩太枯燥 那有这样的铺垫呢 有这样的一个很朦胧的认识 但到今天呢 其实我才意识到什么叫真正的日子 很抱歉啊 今天节目谈了很多都是这些问题 当人堕落的时候 人背离神的时候 那是世界末日 人背离了神 就背离了自己 精气神 就讲我们罪 每个人都知道 精气神 背离了神 就背了自己 怎么背离了 中欲 中欲 就背离了 天地人 人就再也回不到天 只能下地狱 讲了很多了 对不对 昨天推特上有个视频 说公司在搞活动 欢乐的活动 女人从 男人从后面抱着女人 去摸女人的腹部 要有什么反应 然后你看那个男人的手自然 他就往下去 那是公开就这么传的 那是公司的活动 公司的庆祝活动 那不是一个两个 我看他站那不就十几对啊 然后女人就表现出打情骂俏的样子 不开玩笑 这个这个他就这么干呢 如果整体的人 如果我们说 复活节啊 这是复活节 复活节在East 在东方 而今天的东方 民整个国民 完全以阴荡 阴荡的方式 在支撑着他每天生活的乐趣 那就对了 相生相克的理存在 那真的就对了 而他对等的呢 恰恰就是无神论 对吧 共产党的一切就是无神论 我昨天跟大家说了 节目里说了 跟大家分享天坛 有个叫牺牲神 牺牲殿 他们杀畜生的 给神祭典的地方一样 畜生的地方 那共产党讲牺牲 共产党的旗子 就是共产党的优秀 共产党员的血 死了染红的 党旗市 国旗市 红领金市 春晚都是 全是红的 那死的这些人是什么 是给魔鬼祭典的畜生 给魔鬼祭典的畜生 天坛是祭天的 是皇上要磕头的 对不对 养着畜生 羊 牛 不会是有马 应该 对不对 那共产党对应的 不就是跟天坛对应的吗 杀的人吗 用牺牲的二字 是一样的 2018在我眼睛里 就是今天应对这个日子 复活节 East 兔子 涵盖了 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犹太教 正宗的西方社会的宗教 全涵盖其中了 从4月1号到4月 从3月31号 明天到4月8号 全在其中 而天主教 东正教 基督教 他们都落后于犹太教 而犹太教 涵盖了他们整个日子 时间是个神 他更古老 而马克思 是犹太人 达尔文 是犹太人 现代科学的鼻祖 爱因斯坦 是犹太人 现代医学的鼻祖 弗洛伊德 是犹太人 我没查过 梵高是什么人 毕加索 是犹太人 好莱坞 是犹太人 华尔街日报 曼哈顿 华尔街 是犹太人 华盛顿 邮报 是犹太人 不开玩笑的 这个 还叫米老夫 那个叫什么 忘了 犹太人 英国的 英国的 英国的那个 欧洲最大的金融商 你要不要忘了 老记不住 谢尔顿酒店的那个 谢尔顿酒店的 连锁店的女继承人 叫谢尔顿吧 就叫谢尔顿 他嫁给的叫 叫柴 柴斯 柴什么家族 那是犹太人 戴尔是犹太人 微软的另外那个 创造人是犹太人 Google是犹太人 乔布斯是犹太人 马克思是犹太人 结果创造的理论是杀人的 而他最后在真正世界末日 在我们看到今天 人最邪恶的地方 表现在共产党身上 却表现在东方 中国 对不对 大家复活节走到那儿 是马克思的 一个犹太人创造的理论 却深深的影响到今天的中国 犹太人 用的是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理论 进化论跟无神论 全到了今天 给卡在一块 您可以信 您可以不信 时间不会骗任何人 时间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生死 不用说生了 因为什么都不信 只能说死 不能说生 对不对 他根本不管那生不生的 全对上了 2018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 我只是让我很感触 吴小辉 吴小辉的消息呢 出的很快 这爷们呢 溜肩板溜的也挺快 我昨天用了那张照片 是他无嘴 这手 这手无嘴的照片 结果我看到那段视频 感觉哥们抹鼻涕了 让我挺 挺挺挺 挺感叹的 那多狂啊 那可不是一般的狂啊 那多狂的那么个人啊 对吧 想想两年前 两年前 2018 可不是吧 两年前 一年半前 2016年的11月7号 他在跟库什纳吃饭 就在华尔道夫酒店 请库什纳吃饭 吃了一道色拉 沙拉青菜 那道青菜 1950美金 今天 昨天 他在法庭上 他抹了一下鼻子 我知罪 这就是今天的人呐 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正顶尖的利益者 有一个算一个 有一个算一个 甭管你是碎了 就像这是花花的碎了 你还是怂了 当你就是块肉肉的时候 在我眼睛里 你看到就是这个 昨天是那个 今天连这个都不是 凡是在利益中 我眼睛里 你会看到 很多朋友会看到的 看到 那无奈的一幕 而纽约时报连续出文章 在围绕着他 被政府接管的安邦 继续出售投资产品 这个呢 是个 这个写的挺特别的 反映了现实状况 被保监会接管不到一个月后 那安邦再次向小型投资者提供 机不可失 失不再来的投资机会 保证回本 这是个很可怕的消息 很可怕 很无奈 产品像债券股票一样 在银行分支机构销售 起着安邦盛泰10号这样的名字 表明是很保守的 但实际根本不一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 保监会收购管理安邦 结果出卖的产品 却跟吴小辉一样 吴小辉的万能险是一样的 我们不知道这问题出在哪 也就换句话说呢 他只有靠这种东西呢 才能维持安邦 都有可能 过去安邦利用这些产品 筹集到资金 帮助支付一些存在风险的交易 包括华尔道夫酒店 而今天当局 试出解决金融问题的时候 这个做法让该公司 背上了巨额债务 那他的做法就是 安邦以这样的方式 从民间吸了钱 结果吸了钱之后 又去买那些巨大风险的东西 那今天 政府在用 同样的手法 在从民间吸钱 去应对那个安邦过去的巨大债务 而当时吴小辉变成了欺骗 而今天政府做担保 就变成了去风险 这事儿爆办这是 穿着衣服是绅士 穿着衣服是流氓 脱着衣服是流氓 脱了衣服是绅士 因为他真实 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安邦和另外一些公司 仍然销售这些产品 中国投资者还在改 也在购买 对安邦的接管 强化了一个普遍 但可能是危险的观念 中国政府帮助他们 永远会出手帮他们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所以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金融风险巨大 就是说 为什么他解答另外一个问题 海航拼命自己 逼着他卖资产 万达被逼卖资产 对吧 华信被卖资产 原因就是 政府轻易不愿意去接管过来 因为当政府接管过来 就像安邦似的 巨大债务被政府拿走了 他无力面对 而海航也好 他们卖完之后 把他们原来固有的资产 全赔进去了 就变成赤贫了 那变成赤贫是他们自己的事 政府不但承担风险 但是现在呢 安邦 因为他吸收了一千多万 小额投资者 为了化解这个 他在持续着同样的做法 基本就是这概念 所以政府不敢接的 一个安邦就能拖死他 不敢接的 国家不是维稳吗 35岁的金融公司 金融工 金融员工 叫南西成说 他投资了数千美金 那安邦接管的消息 没有动摇他的信心 既然政府有办法 那就没问题了 反正政府都帮忙做了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他说 但是中国政府面临着 巨额的债务问题 地下放贷人 现在带来大概 15万亿美元的贷款 非常惊人 他纽约时报写文章就是这样 他说 今天中国政府面对最可怕的 地下银行 借贷 额度15万亿美金 这样的东西 在中国市场中 在兴风作浪 那会造成很多家庭崩溃的 一旦金融体系崩盘的话 北京现在 对需要救助的公司 公司采取更加强硬的做法 那吴小辉被抓 法院倾向于 做出有罪判决 那可能是无期 有人说是 可能死刑 所以看来要拿吴小辉呢 来点炮 拿吴小辉点炮 拿吴小辉点炮 是有着 在纽约时报的意思 暗含的是 冲着那些 地下钱庄 那私人集资的人 去打 过去两年 官方试图遏制这种风险 那但是很显然 很显然 保险机构 银行机构 监管的漏洞 那保监会 银监会合并呢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这些核心呢 却加强了 对像安邦 盛太10号 这类产品的监控 很多小型投资者认为 政府为他们背书了 所以没问题 但实际会更加复杂 是 你认为政府背书了 但一旦安邦出事情的时候 就立刻给你甩了 政府根本不存在 所以 但政府又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没钱 他要让安邦 同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就像海航 万达卖资产一样 自己解决 政府不忘了投钱的 所以这是一个麻烦 那当后来的投资者 就是这个 安邦盛太10号投资者 他投进去的钱 化解前面的风险 老鼠会 看起来更接近中国 所谓的理财产品 但理财产品理论上 是没有国家来背书的 国有银行充当了中间人 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国家背书了 但实际根本不是 他们连基本的概念都不存在 该安邦盛太10号 要求三年内投资4600美金 投资者说可能有三倍的储蓄 三倍于储蓄收益的回报 而这些招商银行的销售人员 说可能高过十倍 所以这就骗了 安邦的发言人说 银行是他们主要的渠道 没有改变安邦的经营活动 安邦一直以来财务方面非常稳定 所以销售产品 一直是正常的业务行为 所以这是 这是件可怕的行为 那证监会收走了 但业务本身还是维持原来的状况 换了一个包装 来安邦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是我们看到他今天中国金融风险的巨大在这儿 文章里就讲了一些理财产品 我觉得这无所谓了 那 而投资银行 锐银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汪涛说 我认为政府 由于政府采取行动 所以债务风险 债务危机的风险已经降低了 但并没有完全解决 现在朝正确的方向再走 政府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才能改变投资者认为政府相当于永恒的安全网的概念 是 政府会解决 你看他只解决安邦的问题 他承担安邦的问题 但是手法却跟安邦原来的手法一样 原因就是债务太大 政府没能力投钱进 周小川在最后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投资者必须学懂新的金融产品再去购买 你要用的话 要自担风险 你要搞清楚 否则的话 也不是完全靠监管能管得住的 所以是这个问题了 很可怕这是 中国一直不愿意允许违约出现 担心大规模社会动荡 这是他今天最担心的事 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朱宁 是这样的说法 他提到真正的考验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 而也就是早期发布的理财产品 开始还款的时候 不良贷款将会非常严重 让一些角落的银行会会面临着 得到保释或将倒闭 是 那实际这个非常麻烦 散户向理财产品投入了大量资金 而开发商得以有办法 规避了法律规定的购买土地 面临产能过剩等僵尸国企得到贷款 所以都是骗了政府的监管行为 而有关向安邦购买华尔道夫酒店等类似的行为 全球风险咨询公司化险集团 在上海的助理顾问 克里斯多夫直接讲 安邦的做法只是在购买资产 搞乱市场海外投资 对中国经济任何帮助都没有 所以现在的面临的问题非常大 但这种做法呢 安邦在一月份得到了92亿美金的收入 而去年通期只有130万 所以他是成功了 所以在我眼睛里 政府假装背书 来解决安邦的债务问题 资金流动问题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博 中国很少有投资者会问钱上哪去 流向哪 问题部分在于许多人对较短期的时间内 拥有充分的资金 不向西方 而投资心态呢 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进步 这是中国美国商会保险论坛主席 罗斯的直接的讲法 投资者太新了 对任何投资概念都不懂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那也是中国政府今天赌博的机会 在安邦问题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